好,我们来看后续的题目 接着又是开启ARMY COMPOUND LIGHTING FINAL的档案 他要问的是Multi Sub-Object 里面的Sub-Litre 3 它的Specular Level 数值是多少 Barricks 均营的这个模型 打开这个档案 打开名称选取的方式 我们找到这个RX3 其实它应该跟123用的是一样的 所以随便选一个都可以 OK 选到以后呢 AutoQ一样隔离它 这样比较容易 控制 AutoW 切到P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剩这个物件 打开材质变写器 M键或开启材质变写器 在Slate MaterialEdit的模式底下 用D管去吸取 我们的模型 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呢 它是一个Multi Sub-Object 他问的是 Sub-Material 3的Specular Level Sub-Material 3 好 第三个呢 是这一个 点进来以后来看 它的Specular Level 21 好 那就是这一题的解答 好 那它接下来的另一题 问的是类似的形态 但是呢 换成Final02的档案 好 那这回它有说要选第三个 好 好 那我问的是 ID1的Wood03指采者Diffuse的Utiling是多少 Final02 好 那这里又是空的 先清掉这个没关系 先收起来 好 又是一样 按下H键 好 或者是按下这个按钮 一样 那找到 好 Final03 OK Auto Queue 隔离 Final03 确定无误 打开 材质编辑器 一样 拿滴管吸它 好 然后在 ID1的Wood03指采者 好 ID1 点进来 ID1 Wood03指采者 这一个 好 Diffuse的Tiling 所以当我们click 这一个 材质球的时候呢 它的指采者的时候 它会有白框显示 那它要问它Diffuse的Tiling Tiling设定为多少 所以再选到Diffuse DoubleClick Diffuse 好 那UTiling1 VTiling也是1 好 所以答案就是1 再回到 啊 这一个 第一个开了这个档案 它要问的是这个油桶 好 还没更新 好 更新了 好 油桶材质的Anisophie 就是它的反光的这一个 拉长的数值 找到 找到 哦 一二 这个 它要问的应该是01 好 01 02 没有差 反正这两个应该是以Instance的方式 或者是 材质是使用一样的 OK 再一次AutoCue 隔离 滴管 吸取 好 那就可以看到了 DoubleClick的这个地方材质 它是OEODrum的Standards 它的Anisophie的数值48 好 这是这些的答案 其实48跟 呃 几乎看不出它是有拉长的这个反光质感 几乎还是圆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第四二体 第四条问的是这个Composite Complete.Max的场景里面 它的MapsNumbers是Layer4的混合模式 好 听起来蛮复杂的 CompositeComplete 开启 这个呢一样也是问材质的部分 所以它还是以材质编辑器这边的显示为主 好 呃 MapsNumbers4的Layer4 好 所以呢 它的材质里面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要找的是MapsNumbers4Layer4 Click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找到Layer123-4 好 Layer4所使用的是Multiply 的混合模式 的混合模式 好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答案 当然它可能会问其他Layer 你可以看到呢 Layer5是用线性烧黑 好 的这个方式 其实这些模式呢 这些模式呢 跟Photoshop的Layer 类的可以叠加的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呢会建议同学使用英文版的Photoshop 而不要用中文版的Photoshop 因为这样子呢 呃 你不管用哪一套 合成软体或3D软体 它们基本上使用的名称都一样 因为以Mapbox来讲 Mapbox的贴图绘制的时候 它的图层混接也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跟Photoshop一样 但是如果你习惯用中文版 可能就不认得 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好 那我们要来看下一题 好 开启Office Complete 它要问的呢 四面砖墙上的NodeRand ID 好 窗户四边 砖墙上 就是窗户周围 好 Office Complete 材质变息这时候不用了 好 这可以关掉 好 那Render 好又来了 OK 这要自己记得 要打开 Render Setup 视窗 Save File 关掉 Render Element Active 关掉 那这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做Render的动作 好 那不管它少一张图 这不影响 好 好 计算完成以后呢 好 才可以去找RenderNode在哪里 好 那这个一样的按右键找 好 是一样的这个意思 好 那 在我们的 右边 好 可以看到 倒数 第六行 NodeRender ID 2 好 可以看到别的 这是75 75 32 那这一面墙的是1 这面墙的是2 所以答案是2 好 OK 这个是 要了解说我们可以在Render出来的图上按右键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讯 好 包含这个窗户的透明度 Transparance 好 204 204 204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题 第14题 第14题 他要问呢 Office complete 这个答案 同样这个场景 ZDIPS Z轴深度的Zmax数值在哪里 好 这题呢 其实 他要我考的呢 是你能够你知道 ZDIPS属于Render Element里面的选项 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出一张Z轴深度的图 好 那 ZDIPS呢 啊 我们也可以在他已经Render了 所以ZDIPS 其实是一张这样的图 好 透过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去计算 啊 比方说加入物器 可以加变成啊 远近的控制 那或者是你加入这一个 啊 啊 DOF景深的控制 也可以用这一张来做 啊 显示 可以 所以ZDIPS 那他要问的呢 但是这个的设定 可是这不是从这个地方看了 不是在这按右键 而是在Render Element 模式里面 ZDIPS 往下找 minima50 maxima450 那这就是啊 这一题的解答 他所要考的其实就是你知不知道 在Render Element里面找到 啊 这一个项目 以及他的参数在什么地方 好 接着呢 他要我们开启一个新的3DS Max 党 那建立一个TargetSpa灯光 做一些位移控制 那他要问的是 呃 绝对坐标 啊 AVZOT 的这个坐标上面的Z轴旋转值 所以我们要RESET这个场景 OK 好 那在坐标000处 建立一个Standard Target 所以呢我们要切换到标准灯光 Create 建立一个Target Spot 在000的地方 那我们呢 啊 打开 锁点 右键 确认在锁Grid Point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在这往外拉 啊 往上往下随便你 这样子呢 原始 灯的本体就在000 啊 OK 好 那现在要我们把Target移动到 啊 他指定的位置 好 移动到坐标30-125 啊 我们可以按 可以启动Editor Transform Type In 好 那在这里呢 直接输入 他要移动到30-125的位置 他然后呢 他要问的是 在灯光上面 好 所以你要切回到灯本体 好 然后呢 Z轴的旋转值 切到旋转 好 OK 那就可以看到 这是啊 这一体的答案 好 16.699 好 这个数字 另外有个可能 他可能会考出这个东西 好 实地考题里面 有可能会考出这个东西 就是灯 因为我们灯本身呢 是可以当 张座Look At OK 结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切换 视角 从灯光来看 当然从摄影机或灯光来看 当从灯光来看的时候 他就有他的兜力数值 跟他的RAW的数值 好 所以那个部分呢 好 一样要从这个 F12 按下快速键F12 或者是 在这个 Editor Transform Type In 彈出视窗里面 可以看到这边 另外也有可能 考题会从这来 1 2 2 4 4 5